三天 只有三天 要交出一份完整行销企划 可能吗 没有预算 没有时间打样拍照 换成你 能做到吗 这次挑战落在电商部门的阿明身上 他的任务不只是提案 而是攸关品牌的生死关头 如果失败 热潮就会瞬间冷却 但如果成功 品牌将迎来爆发 阿明能靠什么翻盘 他的秘密武器又是什么 嘿 我是忍者妈妈 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这一集课程由我的AI语音助理Tala来帮大家讲课 让我们一起欢迎Tala 大家好 我是Tala 我的名字一指星光 就像星星指引方向 我希望成为你智慧的光源 为你带来指引与温暖 小英的会本一推出 就大受读者欢迎 总部决定趁势推出周边商品 这次挑战落在电商部门的阿明身上 三天内 他必须交出完整行销企划 时间紧迫 他该怎么办 还好我早有预感 早就偷偷研究了Nano本案了 没预算 也没时间打样拍照 就只能靠案 把我的想法视觉化 阿明打开LMarina 上传总部指定的角色IP 开始一段奇妙的幻想旅程 产品包装设计 材质变换及展示 依照这张图片设计一个 3D立体音乐盒的产品图 移除背景 设为透明 改为透明背景 AI常常会给假的透明背景 生成之后都要检查一下 依据这张图片设计一张产品销售海报 设计一个精致包装盒 放在商场展示架上 将它变成绒毛布偶 将它变成泰迪熊那种长毛的绒毛布偶 依照这张图片设计成绒毛布偶 并放在卖场上贩售 卖2980太便宜了 将这张图中的价格标签中的金额 改为3990 依照这张图片设计成琉璃艺术品 并放在美术馆中展示 改成透明玻璃艺术品 用这张图片设计一本英文童书的封面 封面标题为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并放在书店的书架上展示 海报排版 用这张图片设计一张儿童舞台剧的活动海报 包含时间、地点、票价 啊,忘记不支援中文 用这张图片设计一张儿童舞台剧的活动海报 包含时间、地点、票价、文字采用英文 当我比较喜欢中文那张设计 移除这张图中的所有文字 这是一张儿童舞台剧的活动海报 帮我用英文加上时间、地点、票价 这是一张儿童舞台剧的活动海报 帮我用英文由左至右依序加上时间 地点、票价、平均分为三栏 加上标题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标题以弧形表示 并加上专业设计 加上标题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标题以弧形表示 并且要带有设计感 标题文字台上面 再往下移一点 将图片扩张成9比16 文字排版还是用combo 来生成图片就好 海报风格转变 将主角换成圣诞节装扮 被警改成圣诞节布置 将主角换成万圣节装扮 被警改成圣诞节布置 怎么会这样 原来是被警忘记改了 将主角换成万圣节装扮 被警改成万圣节布置 将主角换成中国春节装扮 被警改成中国春节布置 将主角换成情人节装扮 被警改成情人节布置 将主角换成跨年演唱会装扮 被警改成跨年演唱会布置 将2025改成2026 将主角换成夏日海洋派对装扮 被警改成夏日海洋派对布置 游乐园企划 依据这张图模拟游乐园的大型人偶 背景是类似迪士尼游乐园的地方 大型人偶热情欢迎游客们 让主角转过身 背对我们 主角侧身 与他右手边的游客握手 主角侧身与他左手边最矮的 那个小女孩游客握手 主角转向左前方 一手插腰 一手挥手 主角转向右前方 一手插腰 一手挥手 主角表演倒立 舞台剧企划 依据这张图模拟室内儿童剧团的舞台剧演出 让图一的角色摆出图二的姿势 让图一的角色摆出图二的姿势 主角蹲下 最后来玩一下网络上流行的公仔手办 形象上 用嘴P图 真的太爽快 最低成本 最快速度 我的构想 马上就能呈现 这样提案时 大家一眼就懂 再也不怕会错译 Nano Banana的强大功能 让阿明快速生成多组方案 角色一致性 让品牌形象始终如一 局部修改 随时微调细节 让画面更完美 风格迁移 从质感到氛围 一键转换 任你掌握 短短三天 他就完成整份计划 幸好有Nano Banana 不然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完成 这就是AI在电商的力量 降低成本 缩短流程 让沟通更有效率 让提案更有说服力 可是 这里有个秘密 你知道为什么AI提案 这么重要吗 欢迎来到 忍者妈妈AI小学堂 改别人的东西 永远比凭空提出容易 要客户在白纸上 讲清楚想法 几乎不可能 但要他修改 你已经做好的设计 他一定一件多多 这就是人性 学会善用AI 让想法先被看见 沟通更有效率 修改也更快 别把精力浪费在 只想看看的人身上 把时间留给愿意付费的客户 吃力不讨好的事 就交给AI吧 在电商战场上 速度就是竞争力 而Nano Banana 正是阿明的秘密武器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 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